如果感到幸福你就快快快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快快过多久 感到大家都一起多多久 断断酒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深深耀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深深耀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快快深深耀 看那大家都一起深深耀 谢谢你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快快收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快快收 如果感到幸福就快快快拍拍收 感到大家都一起拍拍收 拍拍收 一起拍拍收 感到幸福就快 照顾好爸妈 别光顾着玩 用你主宿啊 放心吧 我们会照顾好自个儿的 就是你 这回有小马在你身边了 我们算是彻底的踏实了 是啊 小马 盈雪离我们远 又是个女孩子 她一个人在北京啊 我们毕竟不放心 本以为她跟了聂海峰 不提那小子了 小马 还是你好 忠厚老师 能干可靠 我们呢 就把宝贝闺女托付给你了 是啊 希望你们两个好好相处 我们啊 回去等着你的好消息 是吗 妈 你都说什么呢 怎么了 我说错了吗 讲错没错 马大哥 你得赶快加油啊 我们全家人看好你 别让我们失望啊 叔叔阿姨 我向你们保证 我一定会照顾好盈雪的 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不惜一切代价 让她幸福的 你听见了吗 太好了 我完全相信你啊 爸妈 时间差不多了 快上车吧 那你们两个 好好的啊 我们走了啊 你们俩有功夫啊 回去看看我们啊 你们没功夫 我们来看你们啊 好吧 好嘞 知道了 快上车吧 快走吧 能走了姐 小心点 你在北京注意身体啊 知道了 知道了 快走 知道了 给我回满了 我走了啊 好嘞 有空去加速啊 好 走了 再见 再见 咱们走吧 好 总的松了口气吧 是啊 他们来的不是时候 都怪我弟 要不是他瞎搅活 他们也不会来 看来关心子女 是每个父母的天性 你父母也是为了你吗 知道他们是为了我好 就是添乱 尤其是把你牵扯进来 让你跟着他们团团转 我是最愿的 巴不得呢 所以 你不用对我表示歉意 对了 不说这些了 你肚子饿了吧 还真有点 走 走 老弟吧 去烤肉去 好 走 走 还没睡 我想跟你说点事 说吧 明天我去上海 有事吗 我想去给爸妈扫墓 这个也是这次回来的打算 扫得应该去了 你住过之前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过了 我走的这些天 你来照顾涛涛 他不和你一起去吗 我是想带他一起去 可是我又觉得 这些天是你跟他单独相处的 好机会 反正他以后要跟你们一起生活 他必须要适应没有我的日子 我这次走的时间也不长 你们就先预热一下 我怕我到时候真走了 他会不适应 你走几天 大概一星期吧 你要好好地照顾涛涛 你不用担心 就你目前的状态 我还是挺担心的 工作不是逃避 如果你还爱盈雪 你就要面对 我相信涛涛会有一个坚强的爸爸 我也希望你快乐 把涛涛放心地交给我吧 十年了 我再次踏上回家的列车 但家是什么 我的家又在哪儿了 美国的家是姑姑的 北京的家是海丰的 上海的家 也早已变卖成了 我出国读书的学费 我甚至怀疑自己 是否真正拥有过它 但我还是要去看看 生我 养我的地方 看看 我的爸爸 妈妈 妈妈 干啥 好美啊 涛涛你看 玩具真的到处都是 别看电视了啊 你妈妈可说了 看电视啊 不能时间太长了 干嘛呀你 干嘛呀你 什么干什么呀 你妈不在这里听我的 我是老大明白吗 你别不服气啊 我不让你看电视是对你有好处 等你长大了之后 眼睛看坏了 戴上眼 涛涛 涛涛 这几天啊 我得抽时间来陪你 我把工作都拿回家来做了 不要 不要 什么不要 我想出去玩 你要出去玩的话 我还得陪着你啊 去家里玩吧 去工作了啊 老老实实的 好吧 去花园里玩啊 别跑太远了 好吧 去花园里玩啊 别跑太远了 回来回来 干嘛呀 吃完饭再去 叫爸爸 我的妈 叫爸爸 我的妈 你不叫我就不给你吃 不吃就不吃 你不吃啊 反正就不想出去玩 我跟妈妈去 你现在归我管 你现在归我管 叫爸爸 胡锦摩 叫爸爸 胡锦摩 胡锦摩 小猫 我跟你了 起来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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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 该回家了吧 嗯 我玩了 你可玩的好半天了啊 一会晚上还要去奶奶家吃晚饭呢 就是 就是欺负 肯定是那小子 没错 肯定没错 走 我看看你 你把一门都这么高 我无缘给奶奶我 走 站那儿 他是你儿子吗 哎 有 有事吧 你儿子刚刚来欺负我兄的 你说怎么办吧 大大怎么回事 他抢上下的车 然后我们就大摘就打起来了 我就推他了一下 推 你那叫推吗 你看看这孩子 啊 衣服也脏了 手也伤了 你平时怎么教育你儿子的啊 你别生气啊 我好好问问他啊 问什么问问什么问 我告诉你 这样的事你要不够解决满意了 我跟你小子没完 是他欺负人 是他人都少 你这个小废话 你看看你 这个小孩吵架 咱们就不要管了 你说话稍微注意点好吗 那你想这事怎么解决 很简单 赔偿我弟的金钱损失费 医药费你给赔吧 我要打这一顿 听见没有 我兄弟还要打你儿子一顿 你看这个小孩吵架 咱们大人别不讲理啊 谁不讲理啊 你到底赔不赔 你小子是不是找冲子 陪你松开手 不松 你要不赔 我就不松手 怎么着 我做得没事 平常都没有赔的呀 小子你再动一下 那怎么回事 我说过 对小孩要客气一点 放手啊 你松开啊 放手 啥话咱们好好说 那个孩子挺乖的 就找我们家大地 咱们大人别跟着掺和就完了 是不是 那行 你忙着我回去了 你就急死我 走吧 走吧 你怎么那么厉害 我在公司的拓展训练上 学了几招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用上了 爸爸真棒 你叫我什么 爸爸真棒 再叫一次 爸爸真棒 好儿子 爸爸真棒 爸爸真棒 好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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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来看你们了 这里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地方 爸爸妈妈总是站在门口等我放学 邻居小孩就在这儿跟我一起玩 还有 旁边卖茶叶蛋的小汤 已经不见了 这儿是我的母校 原来木头窗户已经换成做钢的 沙土的操场变成橡胶跑道 还有 我亲手种的树苗 也长成了大树 青春的岁月转瞬即逝 留住的也只有记忆 而溜走的 是那些美好时光 涛涛 这两天跟奶奶这住好不好 这怎么了 我这两天公司忙 没精力照顾她 让她在您这住两天 有空我接她 往里的去吧 涛涛放在我这儿 你还操什么心呢 我们这个 这是她的玩具 里面还有吃的 你记住啊 零食少吃 电视上的少看 少操心吧你 我把你都带得那么优秀 我还带好你儿子 我能有今天 不全您的功劳啊 可不是吗 来 草龙 吃水果 来 来 来 长八嘴 海峰 您吃 谢谢 画完了 这画的什么呀 怪头怪脑的 画的是爸爸 也太夸张了吧 不是 一点都不 现在呀 您是我的偶像 比超人 扁木牙 知不知道 还有威风 真的 以后我再也不怕 别人欺负我了 我也可以到处 教学那些大坏蛋 那我一起去吧 你别给我找事啊 我对付一个人还行 我对付一帮人 我就该傻了我 那我爸爸 我是亲眼看见爸爸 打排大力哥哥的 哦 现在的爸爸是黄梅红 是超人 小超人爸爸 什么呀 你叫他什么 小超人爸爸呀 你看你看你看 您培养我 我培养他啊 那你呢 你是什么 你就是小超人 你小超人儿子 哈哈 那妈妈就是女超人 叫超人妈妈 奶奶就是超人奶奶 叫我也 哎呀 爷爷就是超人爷爷 那咱们家不是就成了超人之家了吗 你这个眼红宝了 东区新概念点开业仪式 上午十点半请你准时出席 中午翻阅了商业英国的郭总 下午三点培训新业务员 晚上七点是咱们部门内部聚会 哎 晚上的聚会可以不可以改到明天中午吗 哦 明天中午是宴请红花集团董事长 这每天安排的这么晚就不能让我休息一下吗 是您要求把时间排满的 那就调整一下 把一些净数帮我推掉 推不掉的安排在上班时间 这次人我要是累坏了谁来领导你们啊 哎 等会儿 刚才开会之前你跟我说有什么内部消息 哦 新航的员工制服一直是威尔做的 现在合同马上就要到期了 哦 那他们对威尔有什么不满的吗 这倒没有 这种大单位啊 是比较难突破的 新航跟威尔已经续过一次约了 咱们想冒人跟威尔产生竞争 只能是费力不讨好 可是新航那边负责这件事的主管 刚刚换了人 真好和我有些交情 要不咱们也试一下 要是这么说的话就是另外一种思路了 姓马那个小子也在积极争取契约的事情 这么定吧 你马上跟对方的主管联系 我要亲自跟他见面 好 下一阶段的工作呢 主要就是这些 另外 在今天公司的经理会上 总经理特别强调了 咱们跟新航合同续约的事情 虽然新航一直是我们的老客户 对威尔以前的产品和服务呢 也一直比较满意 但是 这么大的订单 我们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 况且 对他们新上任的主管 我们也并不十分了解 摸不透他对新一期合同的具体设想和要求 所以 我希望大家 能够多提一些好的建议 也分头多下下功夫 以确保和新航顺利的续约 合同续约的事情 你以前没有接触过吧 没有 这次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你协助做苦衷工作 我们一起努力 千万不能让这个主熟的打压子飞吧 新航不是对我们很满意吗 许约是肯定的事 用不着那么紧张吧 生意场上的事情 可是风云变化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见不到的事情 我们还是要打有把握的仗 这样才能稳操胜券 知道了 好 你先把原来的合同调出来 我们一起研究一下需要修改的地方 然后尽快跟对方沟通 好 感谢小肚肚 对了 奶奶 我想我能去爷爷那玩吗 他那有什么好玩的呀 放风筝 奶奶也会帮你放风筝呀 来 躺下啊 爷爷在那边一定好不担 闭眼就 睡觉啊 嗯 来 涛涛 来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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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涛涛 咱们你一个人来的 我想您了 爷爷想你了 来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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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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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爹 您的病好了吗 好了 一点都不疼了 瞧我的孙子还惦记着爷爷呢 爷爷 您就在玩邮票呢 咱玩一样东西 不烦 不烦 爷爷就爱玩邮票 什么时候玩 什么时候高兴 涛涛 你是怎么找来的呀 我上次来过 我就记住了 那涛涛真聪明 你奶奶也真是的 让你一个人出来 真不负责任 奶奶呀 才是有教 我偷钻出来的 是啊 哎呀 涛涛 快三点了 她该睡醒呢 她要是发现你不在 她准得急死了 哦 那我有空再来看你 哎 哎 涛涛 这两天你奶奶都干些什么呀 嗯 陪我玩 给我做好吃的 哦 也是 她还能干什么呀 涛涛最懂事了 听奶奶话 别惹奶奶生气 嗯 您放心 我一定会让我和奶奶的 嗯 好 不过啊 上这儿看爷爷的事 可千万不能让奶奶知道 嗯 我会保密的 哎 好 你也送陶涛回家啊 嗯 爸爸 我想坐那儿 好 哎 陶涛 后来奶奶就一直睡觉呢 对 奶奶的红碗 比牛还大呢 以后啊 可不许一个人再跑出去了啊 奶奶知道也该生气了 他就该跟爷爷吵架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俩呀 没事就吵嘴 更别提有事了 奶奶该说 是爷爷故意 让你气他了 明白吗 什么意思呀 说了你也不懂 你就听我就对了啊 嗯 嗯 喂 哎 你到了 啊不 我出去拿 好嘞 胖子好 我去拿个资料 你等我好不好 嗯 那我吃完了 能现在玩一会儿吗 行 当心点 啊 嗯 哎 经理 这刘刚今天有点事 让我把新航的资料 给你送过来 还挺全面的 对方负责人约了没有 约是约好了 不过对方的意思 希望咱们准备得更充分一些 然后再进行面谈 这样他们也可以 更好地权衡一下 什么意思 啊 是这样 现在除了咱们和威尔公司 其他的几家公司 都盯着这块肥肉呢 我明白了 曹你的预算跟合同 做好了没有 你差不多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 刚才我和陈静通了电话 他说他加班 已经整理出了一份细则 放到您的办公桌上了 等星期一上班 你就可以看到了 明天是周末还有两天 太晚了 要不然这样吧 明天早上我去公司取 然后送到您家去 您觉得怎么样 不用了 一会儿火炬去吧 对了 你明天赶紧把之前 威尔给新航制作的制服资料 送到设计部老王那儿 让他参考参考 拿出一个方案来 好的好的 没事你回去吧 那行 那我先走了 经理再见 我先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我马上就过去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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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偷笑 那个阿姨可真厉害 骂了爸爸一顿 爸爸只会点灯双三个字 说对不起 对不起 刚才哭了没有 没有 那你生没生我的气啊 也没有 如果我不来接你 你怎么办 那我自己回家呗 妈妈告诉过我回家的路线 真的 真的 看来妈妈比爸爸好啊 爸爸跟你道歉 以后啊 再也不会因为工作 把你一个人撂在这儿了 好不好 好 大导 你想怎么惩罚我 你可以提任何无理的要求 我都会满足你的 好不好 真的吗 真的 那我想了啊 明天陪我一天 再带我去个远一点的地方去玩 想 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 我要你干嘛就干嘛 没问题 一切听你安排 真的吗 真的 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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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吊 一百年不许变 谁 要配成谁就是 大苹果 大西瓜 大哑哑 嘿嘿 骗 飞 飞 走 你去我了 不许吧 你去我了 有儿子感觉真好 有爸爸的感觉也真好 桃桃 告诉奶奶 爸爸都带你到哪儿玩去了 爸爸带我去游乐园 玩海道船 还有蜂蜂老鼠 还有鸡肉店 蜂蜂老鼠 奶奶都没听说过 都什么玩意儿啊 奶奶 下次我再带您去 带我 好 我给你们看着 你们玩 老孽 你买东西去了 封闻面 买这么多 老吃这可没营养 不是懒吗 一个人省事 一个人 省事 那也得注意身体 都这岁数了 这不 我刚买了几个贴饼子 你拿回去一半跟老伴尝尝 这个使不得 别客气 你客气什么呀 我买的多 够了够了 俩就够了 谢谢 谢谢您 耶 哎 涛涛 耶 哎 涛涛 怎么又一个人跑出来了 没有 我和奶奶去买菜了 哦 涛涛来 没看见人聊得正欢吗 别搅乱啊 秦大姐 我没聊什么正经事 这不我刚给老涅几个贴饼子 你们拿回家熬点粥拌点凉菜 就是挺好的一顿饭 贴饼子倒是好东西 可惜我吃不了 烧心 不过他倒是爱吃 就是吃的胃里脂冒酸水啊 心里也甜滋滋的 你要胡说八道什么 还行 我不说了 当电灯泡 多不招人待劲呢 涛涛 咱们走 一对天 什么人呢 老娘 这 大妹妹 别往心里去 此党是乌鸦这瞎呱呱呢 别跟她一般见识 涛涛 来 喝点水 我喝 奶奶 您和爷爷什么时候喝好啊 这辈子甭想了 那什么时候喝好啊 你还懂这个 那就更帮提了 用一句时髦的话说 他已经移情别恋了 什么叫移情别恋啊 就是心里有别人了 爸爸心里有允许阿姨 可爸爸就和妈妈和好了 可是您为什么就不能和爷爷和好啊 我们呢 我们和你爸妈的情况不一样 根本就靠不着边 我 我跟你说呀 你也不明白 你这小闹棍就别瞎琢磨了 来来来 叫奶奶玩游戏机会 哎 来了啊 老秦 您找错门了吧 聂静祥他现在不住这儿 我不找老年 我就找你 找我 找我干什么呀 刚才没来得及说 我下礼拜就搬走了 这不林总跟你提前道个别 以后走了见面机会就少了 我肯定会想你的 搬哪是 不瞒你说 我又找了个老伴 他们家住房条件还不错 我搬他们家去住去 什么 您又再婚呢 是啊是啊 快快 你坐这儿 怎么回事 你说说说说 哎呀 老秦 这老是一个人哪 太精勇 我就特别羡慕你跟老聂 你看你们俩 老来伴 互相关心着 互相照顾着 多好啊 有多少人到了这把年纪 还能有你们这个福分呢 是 是 秦大姐啊 我们家老许还在的时候 我没在意 他走了以后我才明白 这人哪 一辈子要找个旧伴的人 可太不容易了 更何况是旧一辈子的伴 你跟老聂可得珍惜啊 大妹子 您请可替你做 我给您切碗上 你也没 过了过了过了 过了过了你听我说 孩子一会儿就来帮着我收拾东西 咱们街里街坊的这么多年 你跟老聂这么照顾我 林总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们 这样吧 就祝你们二位 永远健康 快乐 幸福 万福 我 我觉得我 我 什么都甭说了 老聂啊 还不知道这事呢 你就转告他一声 我就走了 再见了 就走啊 再见 别 你看 走了走了 别送来 再见 再见 我 你 慢走啊 这是跟新航的合同 已经打印好了 现在是设计部 最新设计出来图案 看一下 放这儿吧 你再催他们一下 尽快把秧衣做出来 好 什么 算了 干嘛吞吞吐吐的 说吧 你最近 跟逆海峰还有联心吗 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他现在正在积极争取 跟新航的订单 你是说 他在跟我们威尔公司 抢这笔大生意 这不可能吧 他自己的客户 都应接不暇呢 再说 他应该知道 新航是我们的老客户 为什么要在当中 插一杠子啊 他既然这么做了 就肯定是 有备而来 是真的吗 消息绝对可靠 生意产商的事 防不胜防 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 我们要把自己的工作 做得最好 做到让新航 无可挑剔 你放心吧 我会全力以赴的 嗯 你放心吧 又没电了 大大 我的游戏机没电了 真没电了吗 是不是坏了 上次就是这样 也许阿姨给我换了电池就好了 那明天我也给你买盆电池 今天又玩不成呢 涛涛 时间可不早了 该去睡觉了吧 你去准备睡衣 我写完这行之后 给你洗澡好不好 好 尹雪阿姨 这几天我也没看见她了 爸爸 尹雪阿姨 怎么也不来咱们家了 她是不是搬家了 谁告诉你的 谁都没告诉我 自己瞎猜的 江南也要搬家了 那不是一回事吧 阿姨不知道 你快点洗完最后一行吧 我去换睡衣了 嗯 嗯 哎呀 哎呀 好啊 爸爸 你想尹雪阿姨了吧 今天怎么了 怎么老问这个呀 嗯 你们吵架了吧 不关你的事啊 快 走美国 快 哎呀 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一定想尹雪阿姨了 对不对啊 再说不跟你讲故事了啊 你听不了我 哎呦 哎 想听哪个故事 哎 听哪个故事 小白 你看那心没劲 随便你吧 好 好 这个 昨天就 什么呀 好学的孔子 什么呀 好 但咱还是涉及一生的故事啊 好 孔子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 哥 我 和她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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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